100呎的屋也是敢观赏 1000呎的屋也是敢观赏 我当然是观赏无敌大海景10000呎的屋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钟 追踪通知我每天会准时12点和你见面 很多粉丝问我Peter Sir 究竟水晶的观赏是怎么做呢 今天再和大家做这个分享 大家用水晶纳元的时候都需要进行这个观赏 也有很多朋友要说我们那个怎样去做呢 观赏其实是用一种心智去看这个行为的 而不是用眼睛去看的 观赏是看到目前不存在的事物和景象 而去构成未来所发生的一个事情 在我们脑海里面维持一个我们需要的画面 例如我现在想要一辆车 我观赏这辆车 看到自己和买这辆车的签约的时候 把这辆车开着在路上 也都将车去汽油站入游 好开心满身欢喜 带着笑容去做去想 接着我们引导能量 赋予观赏的力量 将观赏的情景 便可以付诸实现了 换句话说 观赏就是力量程式的设计 就是电脑的程式设计 我们可以将它解释为一种心灵共鸣的振频 正所谓思想创造实想 例如我们经常喊声叹气 经常说自己很穷 没钱死了就快破产了 如果你这样15分钟的思维 这种能量 就会令到你全日自我诱发出负面程式的画面 就像电脑那样 亦都是你自己输入这个不好的画面景象程式 这样你真是很快就真是又没钱又会破产 所以这样的思维 说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危险的 现在教大家 怎样用一个很简单的观赏方法的练习 第一当然坐在这里很舒服的 集中精神放松 衣上眼或者半含眼 好了呼吸 你的脑海就会跳出很多不同的画面的 你去选一个保持这个画面定位 好了将这个画面维持得越来越好 好了如果你这个画面超过一分钟左右 以上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第二就是说将画面加上这个感觉 听到看到闻到感受好像真的一样 立体化就是3D 4D那样 身处其中好像真的一样 就是用你的五感去感受 当你做到切身于这个感受其中的画面里面 好了你又再进行下一步了 第三就是细节化去想每一个过程 怎样去达到这个画面 周围的景象有些什么 整个环境的气氛 又或者有些发放的气味出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也都叫做程式的设计 你的程式设计越细致越好 就好像电影的Inception 这个前行空间一样 大家可以看回这出电影里面的介绍 最后将整个愿望 达成的过程通过水晶发放到宇宙 好了那他就变成了心想事成的放大气了 如果大家想学习这个 怎样去观赏 亦都可以参加我的课程 在堂上我会很仔细教导大家和验集 怎样达至这个快触心想事成 达成愿望 美梦成真的 用水晶灵带问事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你又知不知 怎样用水晶灵带转发能量提升运程呢 我五月份就会举行水晶灵带课程 到时我就会教导你 点击下面连结就可以报名的了